在乌江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叫刘子序的人,他有一个鱼池,到冬天时,他就在鱼池中进一座土蹄,然后把鱼池的水都放到蹄房的里边,池中的水放干了就好抓鱼。 当水放到一半的时候,刘子序看到两条大鲤鱼跳出蹄房外面,然后又跳进里面,这样跳来跳去好多次,他觉得很奇怪,就走近看个清楚,看它们在做什么。 原来这一对鲤鱼刚生产了几百只的小鲤鱼,小鲤鱼聚在一个窟窿里面,它们还不会跳,所以出不去。 假如水再继续放干了,它们都会死掉。 所以鲤鱼鱼爸爸、鲤鱼妈妈就用嘴巴咸着小鲤鱼宝宝,跳到游水的一边去放,然后又跳进来,再咸其他的小鲤鱼。 就这样奋不顾身的 跳过来 跳过去 往来救他的孩子们 即使自己 可能陷在死地 也在所不惜 刘子絮 看了好久 心里非常的感动 很心酸的叹息 于是 就把土蹄都拆掉 放了所有的鲤鱼 我们都有家庭 有父母兄弟孩子 同样的 小动物也有妻子孩子 我们都希望 一家骨肉 能够平安和乐团聚 小动物们又何尝愿意 骨肉分离呢 想想 这两只鲤鱼 救孩子的一片苦心 还是放它们 欢欢喜喜 回到水中 悠游吧 很久以前 当我刚知道 这个故事时 每次在餐桌上 看到有鱼 鲤鱼 不论是煎的 或煮的 就不禁会想到 这两条大鲤鱼 鲤鱼爸爸 鲤鱼妈妈 想着盘子里 这条鱼 不知道 是爸爸 还是妈妈 如果是妈妈 现在爸爸和孩子 可能都抱头痛哭了吧 假如有一天 我放学回家 发现我的妈妈 被砍成 一块又一块 放到锅子里 那该怎么办呢 实在不敢想下去 好可怕 也好可甜 而几乎 每家人家的餐桌上 每一道菜的背后 都隐藏了 好多这样 生理的嘴巴 充满眼泪的故事 在喜庆宴会的时候 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 想这样 用好多悲惨的 生离死别 摆在桌子上 怎么会叫做喜庆呢 怎么是吉祥呢 我们有一位教授 他有个读小学的孩子 被绑票了 因为我没有看报的习惯 所以本来不知道这件事 只觉得那天 教授虽然还是很平静 很负责地来看病人 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他那么苍老又憔悴 后来有一位同事的医师就请问他说 教授 您孩子还好吗 他点点头 说孩子被绑票后 差点撕票了 后来孩子是被抛弃在一个荒山上 警方费了好多心力 才在山中把孩子找出来 我们可以想见 孩子被一群人绑走了 不知道要把他抓到哪里 那时候内心的恐惧 也可以想见孩子的妈妈 是如何流泪发抖 祈祷孩子平安 日夜难眠 连一向最平静稳重的教授 都不仅憔悴了 我们是否想过 鱼船在大海中把鱼网洒下去 一群鱼就套在网中 就这样和他们的至亲好友 生死永别了 妻子在网外面 看着丈夫远去 永不复外 是如何哀嚎 孩子看着妈妈被强弱去 是如何害怕哀伤 假如知道妈妈被抓去 写一块一块的 用火烧 那是不是会像武侠小说 常常写的 天涯海角 要去复仇 要去报不供戴天 杀父杀母之仇呢 鱼妈妈 假如再往外面 眼睁睁地看着 孩子被绑票了 怎么不肝肠寸断 大叫 还我孩子来 还我孩子来呢 这景象 总使我想起 战争片中 战火连绵 敌军入城 强弩豪夺的场面 一片哭叫凄惨 血肉模糊 难怪祖师说 假如要了解 世界上为什么 有那么多的战争 只要去听听 夜半屠宰场的声音 就知道了 可是我们这次听听 我们下期听 没听听 的 我们下期听 快乐 进行 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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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